亲爱的园艺爱好者们,欢迎回到我们温馨的成品绿苍频道。 我是您的园艺伙伴马叔,今天我们要聊聊一个话题。 那就是,多肉植物真的是最容易养的植物吗? 作为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园艺专家,我养过的植物多如繁星。 如果让我给多肉植物的养护难度打分,我会给出4分。 没错,尽管它们被誉为懒人植物。 但它们的养护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 首先,我要告诉你们,我养过的非多肉植物中有很多品种非常容易养护。 比如绿罗它几乎是无敌的存在,即使是在最恶劣的条件下也能生存。 其次,多肉植物的原生地通常是干旱,阳光充足的环境,而这与我们大多数地区的气候条件大相径庭。 因此,我们需要给予它们特别的照顾。 再者,多肉植物是一个广泛的分类,它们的习性差异很大, 我们不能用同一种方法来照顾所有的多肉植物。 那么,如何养护多肉植物呢? 今天,我将分享一些关于多肉植物养护的秘诀, 以及为什么它们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容易养。 同时,我还会告诉你一些比多肉植物更容易养护的植物, 让你的园艺之路更加顺畅。 观众朋友们,你们有没有养过多肉植物? 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经验吧。 你们觉得哪种植物是最容易养的? 我们一起讨论一下。 我有一个朋友,他的办公室里有一盆绿螺, 尽管经常被盗剩余的热茶水,但它依然顽强地生长。 这就是绿螺的强大生命力的证明。 当我们谈到吃玉土时, 我们指的是一种排水性和透气性都很好的土壤。 非常适合多肉植物的生长。 多肉植物虽然耐旱,但也需要适量的水分。 确保在浇水后,土壤能在几个小时内干透, 这样可以防止根部腐烂。 朋友们,希望今天的内容, 能帮助你们更好的理解和养护多肉植物。 记得,原意不仅是一门科学,也是一种艺术。 享受它带来的乐趣吧。 感谢观看,下期节目再见。